真的笑不出來 你知道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自己當時是在瘋傳媒 我是第一批的 然後我進去 我在那邊也熟了好多天 那後來也衝到了行政院裡面去 其實我看那個場景 我非常非常詫異 因為在那個2014年的時候 我們在議場看到黃國昌 看到林飛凡他們這些人的時候 是學運人士 他甚至當時是什麼樣的頭籤 學運導師耶 導師耶 結果昨天這個畫面是什麼 覆水組織耶 十年的時間 學運導師充滿理想 那一種帶年輕學子 剖頭顱 灑熱血 為了學生手藝場的學運導師 現在變成被這個覆崑 慶祝幫你打 打到誰打下去的覆水組織 還睡一夜 對啊 有睡這會嗎 是沒睡 有守夜啦 守夜啦 因為我跟你講沒睡 人家覆崑 煮頭肌 不幫你扣得這麼小 第一件事情 誰會用調皮兩個字 去形容一個你尊敬的人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通常我聽過 我在採訪的期間 我真的看過一個大老闆 稱讚一個 就是很聽他話的記者 講說他就是很調皮啦 看了之後我全身雞皮疙瘩 就掉滿地 對 那第二個 就是說我們對於 譬如說我可能會講說 比晚輩很可愛 我們的那個就是 公讀生妹妹很可愛很調皮 我也有可能去講 雅琴姐很調皮嗎 很頑皮嗎 我不是拿時候拿自己講 所以長輩跟那個晚輩 誰是擁有權利者 誰是他前面的哈巴狗 很清楚 所以你以為他把他扒了 有什麼意思 這我小寒的 把他扒就扒了 所以就是這種意思 你知道嗎 第二件事情 你不要 我跟你講喔 傅崑琦是非常厲害的老江湖 等他講這個武鬥 就交給我們副總召 那個副總召的時候 你知道傅崑琦講了一句什麼話 啊 我跟你講啦 那個當天 如果大家都要去保護韓國瑜 誰會衝一個 第一個你們猜猜看 黃國昌 對 那什麼意思 他講這話什麼意思 就是黃國昌現在為了要搶 2026年這個藍白貢主的 新北的這個選票 他是佛黨殺佛 三黨殺死 誰敢阻止我聽進 衝得比所有欄尾快啊 對 其實他現在說這話 是給你考慎你知道嗎 是給你生命你知道嗎 第三個 其實第三個是讓我覺得 最不堪的 其實我看了 因為我曾經認為 我們在議場上 我看過那個意氣風發 看過那個充滿理想的黃國昌 昨天那個傅崑琦講到 第三個這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連人家一點顏面都不留 有點太吵鬼 哪一句話 他竟然說 我就帶一個口哨吹吹啦 那那個看誰衝第一個 他評審喔 拜託 你知道把他當成什麼嗎 像譬如說我有在養寵物烏龜嘛 我就會跑兩隻 就會在那邊弄啊 說誰跑第一個 逗他們啊 對啊 然後如果有人養很多狗的話 就會射背盤啊 就背盤射出去 看哪一隻狗最聰明衝第一個啊 他的意思是這樣耶 就是說我拿口哨吹 看這一些傅隨組 我看你跑得快不快 對 看哪一些傅隨組 傅隨組的小弟們 哪一個最中性 哪一個最機靈 像卡手同心 像就good boy good boy 對 good job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他從頭到尾的 這樣子的姿態 已經告訴你什麼 黃國昌其實已經是變成我們 不只是我們國民黨裡面的一個小黨 而是黃國昌本人 根本就是我覆隨組織的一個小樓樓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 十年前十年後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當時跟那個守藝場 然後為了什麼 黃國昌曾經那邊守 他是為了同婚耶 所以他以往都是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 曾幾何時 他現在竟然變成他當時所唾棄人 這個呼之折來 揮之折去所用的一個工具人 在2018年9月12號的時候 黃國昌甚至還講什麼 希望傅昆琦早日去坐牢 別想利用濫權 濫用權勢去萬一間 結果你口中說的這個人 昨天你們竟然在這邊上演一個拍頭情 這個讓我覺得 十年的時間真的是可以改變一個人 十年的時間也可以讓台灣選民 看清楚一個人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這麼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 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激怒版 等你一起來